希望吧 希望这次以后 他们俩能好好地别再作了 每一次两个人吵架 就跟小孩一样地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都结婚这么久了 也该进入下一个阶段了 保持新鲜感的方法有很多呀 分散一下注意力就好了 你这句话我可不同意 好的感情是不需要分散注意力的 那我问你 你爱一个人 你能保证永远都爱他吗 分人吧 你的话你还可以 应该可以 你的备选名单里还有谁 你跟我说说 没有 只有你一个人 说实话 真假的 有 你跟我说说 你和你在一起 像一箭开启追一步每一天更新的小天局 从第一季 第一季到永不结束的大结局 我想要没记忆 我看看车啊 你干嘛不告诉我你去了杭州 干嘛不告诉我你出了车祸 还有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去找个唐总还有金总 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 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 你能做什么 你也不懂想要勾连你 你不要说 你自己去找个唐总和赛 你去找个唐总和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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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有你啊 明明有你 我才就骂我一身 这车是你们公司给你的吗 应该的 你低这么大的共 你要什么他们都应该给你 所以陈律师啊 这卡里到底有多少钱啊 十万 晚上日料我请客啊 你们慢慢聊啊 这是 送给你的礼物 我知道应该给你送包的 只不过我觉得它更实用 希望以后能用这支笔 签下更多合同 赚到更多的钱 你送的礼物我都喜欢 但是我尤其喜欢你刚才说的那句话 谢谢 不客气 你的喂养时间到了 多吃点 嗯 那你的喂养时间也到了 来 人家的自我喂养时间也到了 对啊 你们居所给你送的那么多东西 不光是因为很大的案子 我告诉你啊 成语会的企业文化呢 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他们能在你身上花十万块钱 说明在他们眼里 你至少价值一百万 胡总已经跟唐总还有金总 谈妥了第一轮融资协议了 王杰森这个人虽然无耻 但评估报告写得还不错 所以我现在在成语会可以 横着走 你送我的礼物 我应该很快就可以用上了 谢谢 不客气 有个甜甜的你 昨晚我想了很久 我朋友不多 你是唯一一个 能跟我处这么多年 没有被淘汰的 以前 我觉得我是在放宽则有条件 可我忽然意识到 跟我做朋友 压力一定很大 对吧 我昨天走的时候 没这段吧 我走之后 你俩发生什么了 怎么上升到这么高的高度 开始探讨这么严肃的 人生感悟了 总之 我为我以前 所有的傲慢字打向你道歉 我知道 我在这工作 让你压力很大 如果不行的话 我可以辞职 停 你的出发点是好的 你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你这样说话 容易被我一拳打死 我求求你了 你还是像以前那样对我吧 好不好 你就那样自以为是的对我 我已经习惯了 你现在又换了一个新的招数 这样对我进行人格还有智商的侮辱 我说我受不了 好 来 老杨 来 你如果觉得是真为我好的话 你以后呢 这好吃 以后你就不要再做这些 自以为为我好的事情了 行不行 还有你刚才说那个辞职 你就别提了 今天上午上班的时候呢 行长帮我叫我去了 把你所有的事情都问了一遍 我估计 升职 升职 嗯 我还想了一下 投资部总监 入职不到一个月 这十几变四几 你读一份啊 不对 昨天还让了折解雇 怎么突然 怎么会突然呢 你不会不知道吧 什么 修总什么事围着啊 就今年早上 贾经理已经被行长叫去开会了 现在方域所有的产品都给交听了 之前在那民航待罚的那三四支 还在支付周期 还好亮不是他